东并下至是中医的特色疗法,是根据素问中车下洋洋,场下圣东的理论发展而来。 其中三伏贴是最为大家所熟知的,究其根本,就是将半岁、细心、白叶子等中药免成分后,用将只调成高状按压上的中药贴,然后再经过辩证选学后贴上,就不服定。 本之所以称为三伏贴,是必须在头伏、中伏、莫伏这三伏的第一天开始贴,每十七天一次。 那2018年来说,三伏贴为,头伏时间,7月26日,中伏20天,8月15日,莫伏时间,8月25日。 所以今年贴三伏贴的时间就是,即27日,8月6日几十六日这次贴,一般成人每次贴三到六小时,四次为一个疗程。 最后,连续贴三年,书中这样描述三伏贴,是集体的面移功能不断增强,从而达到振振氧气,促进血液循环,去除含铁,提高类外功能的效果。 农极高,人体自身免疫力,为什么偏偏要选择三伏贴呢? 纯下养羊的原则,说的就是利用三伏贴里的热,把人体毛孔粘开,来好好吸收药性。 冬病下至可以激发阳气,去丧体内盘气,对治病有着很好的疗效,尤其是在寒冷冬天也不发合加重的病。 比如支气管炎,支气管哮喘,过敏性鼻炎,半性腹腺,内风湿性关节炎等病尤其是疑,因为得这类病的人都有一个共性,就是平时怕冷的阳虚体质。 再来看三伏贴的成分,在主要源自清带着是一通,以白叶子,盐苦所,干碎,细心,春江维基本方,干碎苦寒,能吸水煮轴,香肿散结。 白叶子心温,能力气和谈,温中散行,通落止痛,洗心心温,能驱风散行,通敲止痛,温被化瘾,盐苦所心,苦,温,能活血散于,离气止痛。 整张方都是取心温药性来驱喊,以鼓舞阳气,但中医最讲究辩证失质,没有什么药师包去摆病的。 三伏贴也是如此,如果你是吃热体质,有以下症状,那就不适合使用三伏贴。 大便造结,便后肛门多热感,小便短视,意味重,鼻涕或可谈色黄,且质滴粘稠,舌质红,舌汤干燥,黄密。 最后,我们再总结一下适合三伏贴的疾病。 九个,哮喘,分泌,慢性脂气管炎,脂气管哮喘。 慢性阻塞性肺病等,鼻渊,鼻球,喉闭,变影性鼻炎,慢性鼻痘炎,慢性咽喉炎等。 小儿体虚易感冒,反复可传呼吸的感染者,部分骨关节病,风湿,类风湿性关节炎。 最后,香港特吃肿瘤中心提醒大家,有些人为了追求疗响,即使皮肤出现红肿起泡,也舍不得将三伏贴撕下。 由于三伏贴真的很热,一般人贴料后都会感到脂股很热,会发痒,这是属于正常反应,可以带皮肤出现红肿,水泡等。 请立即就医,对于肿瘤患者是否可以使用三伏贴,肿瘤患者如何使用三伏贴? 针对肿瘤患者的三伏贴的配料成分是否与非肿瘤患者的有所不同? 无尽产器肿瘤患者是否可以像非肿瘤患者一样,自由选择机构贴三伏贴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